丁先生的官司現在 他那個還款的進度怎麼樣了 不要再提過去了吧 這個OK啦 應該OK啦 沒問題啦 以前跟歐陽菲菲就是 跑秀場錄節目有碰到對不對 有啊有啊 有跟他現場錄綜藝節目啊 弄過好多 有一兩次的綜藝節目 私下有交情嗎 就當場有碰面啊 真的有蠻像 個性也蠻像的我覺得 菲姐這幾年好像也是退休了嗎 對 退休了 過自己的生活了 老了嘛 已經年輕做到老了 該退休了 菲姐有去世界哪裡玩嗎 世界有 世界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 就走遍世界去做生意啊 那現在只是想去玩的地點 丁先生的官司現在 對 它那個還款的進度怎麼樣了 不要再提過去了吧 這個OK啦 應該OK啦 沒問題啦 早期就是年輕的時候就 投資房地產 我比較喜歡做房地產 我比較熟悉的這個行業吧 年輕的時候都在已經在做了 那現在那個手上的房地產 是不是都那個漲幅蠻大的 欸 你不能這麼說啊 現在錢太小了嘛 是不是 以前 我們那個時代買房子 欸 我以前買房子 一個人家三萬塊 八千塊 那現在不一樣了 錢不同嘛 是 當然時間越長 那個 就會長 可能會比較大 可是要講現在錢不值錢啊 以前我記得 一千塊我們可以吃 買一個禮拜的菜錢 現在你一千塊買什麼 就不一樣了 所以現在也是當阿嬤了對不對 噢 是啊 是啊 大概三個孫子的阿嬤了 噢 她孫子多大了 孫子十六歲 大了十六歲 那個小的呢 大個十二歲 十歲十二歲了 那兩個兒子也是都 那個 有來照顧你 知求多福吧 不是這樣子嗎 小孩有小孩的家庭啊 我們就自己把自己照顧好 過快樂的日子 我覺得比較重要這個時候 而且聽說兒子也是 就是蠻有名的金融家是不是 噢 他是做金融啊 不能說有名吧 他就有名他會罵我 所以他是做金融的 在銀行上 男的啦 你是經常要在香港工作 他就在香港工作啊 他在香港工作 然後另外一個兒子也是生意人 這樣子 他自己做比較活的啦 自由的事業 那這幾年還有人想找你開節目嗎 比較少耶 因為現在年紀大了 可能出來也沒人看了吧 很辛苦了不做了 找我也不想做 而且那有什麼養生的秘訣嗎 養生啊 其實我一直做出 我一直大家都知道 我是做比較 體中海食物的 然後比較健康的 40年來我都是這樣子 但是呢 我就覺得不健康除外 我是還是每天 在過很開心的日子 開心 身心健康 身心開心 我就覺得 就會比較不容易老啊 我自己覺得 還加上運動啊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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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